小冰冰 小冰冰先前在节目上透露 儿子小小冰大学没考上 简单一句话也引起风波 日前小冰冰母亲出面澄清 表示小小冰并不是没有学校念 只是学测师常没有考上心中的第一志愿 不过分数可以申请两所大学 只不过小小冰不喜欢 接着冰妈表示 儿子小冰冰忙事业因此搞不清楚 现在考大学的制度才会脱口说出 没考上学校这种话 而小小冰看到新闻后也傻眼的问 这个是笑话吗 爸爸为何这样讲 甚至表示自己在学校被同学取笑 对此冰妈也心疼对小小冰说 你爸爸真的要跟你道歉 而对于小小冰要去日本留学 冰妈也表示自己相当支持 跟透露家中有亲戚常住日本 因此相当放心 我给他们忘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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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